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卡莉大麥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 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十月底就來到啦 意思即是晚星節要到啦 居住在加拿大的我們 除了要裝飾一下家裡 而有Halloween的氣氛 我們還要裝扮一下 所以今集大麥就找來Google的資料幫幫大家啦 今年加拿大最受歡迎的萬聖節服裝 是包括一些流行文化偶像 經典人物和Hollywood的壞蛋 在過去三個月, 加拿大Google顯示 小朋友在搜尋服裝的時候最多的關鍵字就是 Teller Swift 成年人就是搜尋魔法奇緣最多 而在情侶方面, 小丑的Joker 和小丑女的搜尋量是最多的 而團體服裝就是以Alvin and the Cheatmance贏了 喜歡DIY的愛好者 最喜歡是Peter Pan的小仙子 其實Google每年10月的服裝搜尋興趣都會激增 這些搜尋趨勢可以提供給大家 如何準備Halloween的獨特視覺 而很多排名在前面的服裝裏 都是以最新系列電影裡的角色為特色 包括小丑雙風裡的小丑和小丑女 以及玩轉老朋友兒裡的角色 而在Halloween裡, 打扮也很流行 貓、女巫、殺生小丑都入了DIY的服裝搜尋前五名 而小丑和骷顱就入了兒童服裝搜尋前五名位置 加拿大Google表示 在懷舊情緒、病毒流行趨勢 以及最近流行文化影響的共同推動下 今年我們將會看到永恆的慢性節造型 令人著迷地捲土重來 很明顯DIY是王道 加拿大人在發揮他們的創意 並且在Halloween融入自己個人的風格 床葉滿影片、到達電影和音樂 在過去30天裡 Google還記錄到Betelgeuse、Marvel裡的Depu 因為今屆奧運而出名的澳洲匹匹母 都有大量搜尋 而以下下來就是各項的萬聖節裝辦排行榜 最受歡迎成年人萬聖節裝辦第一位 魔法奇緣的諾貝公主 第二位美人魚 第三位Holly Queen 第四位Monster High 第五位 最受歡迎兒童 最受歡迎兒童 Halloween裝辦 第一位就是Tella Swift 第二位小丑 第三位小丑女 Holly Queen 第四位 第五位 第五位 是Alvin and the Chick Munch 第二位是愛麗斯夢遊仙境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第三位 Peter Pan 第四位 玩轉老朋友 Inside Out 第五位 屎路比 Scooby Doo 去到最後的DIY萬聖節裝辦 第一位小仙子 第二位 貓 第三位 殺手小丑 第四位 女巫 第五位 玩轉老朋友 Inside Out 以上的排行榜 有沒有一款令你心動呢? 還是你會像大咪那樣 特地不選一些熱門的角色來玩呢? 邀請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在Halloween裡扮演過什麼角色是最開心的 大咪今集說到這裏 喜歡影片的話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開謎通知鑼鑼 我們一有新片和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